阿丁部長指示到那邊有女陪子喝個酒 唱個兩首歌就走了 夠辛苦了 這些在野黨的委員 你們是沒有其他事情可以做了嗎 你怎麼會去質疑一個偉大的防疫指揮官 他是全民抗疫的英雄 夠辛苦了 去年防疫新生活的時候 毅然覺得擔起觀光部長的能力 到處在推廣 夠辛苦了 阿丁的防疫怎麼跟老百姓混在一起 夠辛苦了 我們帶著一個沉痛的一個心情 來跟大家分析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的衛福部長陳時中先生 他竟然被中共網軍攻擊了 我今天真的覺得太過分 難道高歌一軍 喝個酒 難道臭了嗎 難道阿丁臭了嗎 去年喝的今年還計較 難道你是沒有喝到在生氣嗎 喝一喝旁邊有一個叫陳時中的醫師 虧空一千兩百多萬之前 在聯誼裡面 難道這種貪污 在阿丁身邊 只是喝個兩個酒就要把人家簽上關西 這會不會未免太小題大作 旁邊有女陪室倒個酒 難道臭了嗎 你不知道女陪室都被中共滲透了嗎 所以今天我們看到部長真的感覺到很恐怖 毛骨悚然 為什麼 因為原來中共的滲透已經到這種程度了 已經讓我們到這種無法無天的程度了 怎麼可以這個樣子對待台灣的官員 去年在防疫新生活的時候 難道有這麼多規定嗎 有規定什麼有很重要嗎 怎麼規定 去年規定的時候 所謂防疫新生活是要保持安全距離 戴口罩有隔板 這三個措施至少要做到一項 室內聚會不要超過8人 各行各業用自己的風險決定 人家只是在一個私人會客室 哪裡跟你行業 安全距離最重要的不是實質的距離 是心的距離 我們常講人跟人之間 坐在一起心隔好遠有什麼用 所以安全距離應該是心裡面的距離 阿丁部長只是到那邊有女陪室喝個酒 唱個兩首歌就走 他跟他們那一些像郭台強董事長 他們又不是真的很熟 他也沒有多問私事 難道虧了1200萬 他會跟他心的距離很近嗎 更何況那個是醫師 阿丁部長是牙醫 他們心的距離很遠 心的距離就超過安全距離了 對不對 那你說戴口罩 我覺得這社會太四塊了 怎麼會用物理上面的層次呢 你沒有看過達摩祖師也嗎 在一面牆上面動物啊 坐了幾十年終於動物到那個牆壁上啊 那個山洞裡面都有那個人形呢 這叫心的力量 心的力量是無遠佛界的 如果我今天不想把我的生病傳染給別人的時候 那我沒有戴口罩又怎麼樣 但是我今天如果我沒有心要防疫 就算我戴了口罩那又怎樣 所以最重要是心裡面 有沒有把口罩這件事放上來 那個有形的口罩 那個是因為死老百姓 不是死老百姓 廣大的台灣民眾 因為他們可能沒有像阿庸部長這樣的倒行 沒有辦法做到心如止水 美酒在一旁美女在一旁 沒有酒的時候美女直接用自己喝過的酒倒下去 用這樣的方法 酒在身體過 酒肉穿腸過 美色坐懷過 但是佛在心中做 防疫是放在心裡面尊重的 就像老佛爺 你把它說出來 那就是尊重了嗎 不是啊 防疫不是做給人家看 防疫是做在心裡面的 所以我是講真的 你們真是要求太多 建立法院還在攻防 我講真的 這些在野黨的委員 你們是沒有其他事情可以做了嗎 你怎麼會去質疑一個偉大的防疫指揮官 他是全民抗疫的英雄 去年防疫新生活的時候 毅然決然擔起 觀光部長的能力 大处在推廣 穿著一個襪子 吃著生魚片 拉下口罩 穿著花生衫在宣揚台灣的文化 從台灣頭跑到台灣北 夠辛苦了 結果你現在在翻舊帳 成何體統 所以我不是故意要拍桌子的 而是我心裡要拍 但是因為我的層次沒有阿中部長高 他心意動 人肉可分離 靈肉已分開 已經達到坐懷不亂留下會的程度了 而我們小小的歷史哥 這個修行道行不夠 所以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像他這樣子 之後每天乖乖戴口罩 請洗手 所以我說各位啊 所以你各位就是道行不夠 看不破 如果你道行若夠 就會像阿中一樣 看破世間紅塵 三加十一開會重要嗎 不重要 為什麼 重點是心裡面有沒有三加十一 可是演唱會很重要 為什麼 你說那裡心裡有演唱會不就好了 不對 演唱會就是表演的場合 那個是要讓那一些市井凡夫叔子 看到阿中部長高歌一群 得到心裡的高潮安定跟射出去 什麼東西射出去 螢光棒射出去嘛 有銀又光嘛 又要射啊 所以這個樣子才會讓大家嗨翻 因為當時大家台灣人民心裡很苦悶嘛 這個就像古人啊 我們以前講過這個故事 周幽王的故事啊 不知道大家還沒有記得 你還記得你可以刷個假期 怎麼樣呢 幽王為了博得他的妃子包式一笑 包式一笑值千金啊 所以放瘋火台每天叫諸侯來怎樣 來運動 就諸侯們給臉不給臉 來運動 叫他們集結一下 考驗他們一下 讓包式笑一下 難道錯了嗎 難道我國王 我身為一個周王 享受一下錯了嗎 我這個是要召集大家運動 結果直接知道這些中士不領情 結果最後還讓兒子來殺周幽王 這成何體統 你看造成千古冤案 周幽王如此盛名偉大 結果被周平王嗨一個之後 周朝從此再起不能 各路諸侯瓜分殆盡 之後東周就整個周王朝如同虛色啊 霸王們要宴 要宴會 隨便他們 隨便這個一下這個春秋有五霸 到戰國有七雄 誰還把周幽王放在心裡面 這不是周平王害的是誰害的 誰叫他去亂周幽王的場 就一樣嘛 今天台灣防疫這麼好 滴水不漏 死了800多個人 疫苗再打死1000個 疫苗打死的比這個防疫的還多 你看這個是世界上金氏紀錄 只是還沒搬而已 如果人家被搬 那個是金氏紀錄看不起我們 我們退出就是了嘛 對不對 就像那個環保啊 說我們綠能做不好 那是他的評比有問題 我們退出就是了嘛 今天WHO有譚德賽在裡面 你們不會堅氣 我們退出就是了嘛 我們這個要維持自身的清高 不能同流合污 不能跟這些淤女繳獲在一起 古人雲出淤女而不懶 不怪乎蓮花啊 梅蘭竹菊四君子裡面 蓮花呢不屑為武啊 因為四君子搞不好是偽君子啊 我蓮花呢 是獨立於之外啊 所以今天我跟大家講 這個所謂的喝個酒 泡個妞 那是你們看到的表象 身為防疫的指揮官 他手下有千千萬萬兵嘛 手握天下兵嘛 防禦急於一身 壓敗一點 那是他要扛 那是他的錯 他的過 我的過我的錯我來背啊 這是阿丁部長很辛苦很辛苦的一面 難道他不背 要蘇貞昌院長背嗎 你能夠這樣折騰 蘇貞昌院長一個70歲的老人家嗎 人家還要選總統啊 有點良心吧 所以我講一個真的 他今天做這個 他是要示範給下面的人看 什麼意思呢 如果你有個小護士 那你一定必勝 如果你的小護士還會生孩子 那你是勝上加勝 但是怕大家腎上腺素太多 所以要好好的放鬆 他的腹交感神經 跟交感神經之間的調控 所以他今天去唱歌喝酒 跟一個貪污1200多萬 被判刑十幾年的醫師同坐 他是要告訴大家 我今天跟這種醫師都能坐下來的 飲酒聊天把妹妹 你們大家防疫放心的去幹 心理放心的去輕鬆 這就跟我們當兵一樣 外表嚴肅 內心輕鬆 這樣才能把事給辦妥 所以今天呢 我要跟大家說 辛苦是阿丁在辛苦 搞破壞 是國民黨在搞破壞 所以國民黨搞破壞 怎麼可以去質疑阿丁的辛苦呢 這以前蔣經國說過一個事情 你知道嗎 當年他在整頓這些企業的問題的時候 有一次他就去跟他在他阿嬤就叫他去跟 這個市場上買個油 買個醬油跟買個醋 所以他阿嬤就給他一個銅板放在了一個左邊的碗 給另外一個銅板放在右邊的碗 碗 一個碗打醋 一個碗打醬油 結果呢 小蔣經國啊 走路不是很穩 走著走著 按不隆東的就摔倒了 結果碗就掉到地上 兩個銅板就 ㄎ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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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ㄎ 滾到旁邊去 突然小姐就給我懵了 哇 怎麼辦 到底是哪個銅板買醋 哪個銅板買醬油咧 不知道 慌了慌了 怎麼辦呢 趕快站起來 拿著兩個銅板 夾著兩個碗 走回去走回去 回去問 阿嬤 你現在在哪裡 我來跟你叫你敢有證明 阿嬤說 死阿婆 你們祖母也不會死的 他說沒有啦 沒有啦 當然他不是講台灣話 他這個是講他們當地的浙江話 怎麼辦呢 阿嬤說 傻孩子啊 醋跟油一樣嘛 那有什麼差 回去再買 可是蔣經過很生氣啊 他突然想到 怎麼可以搞混在一起呢 是的 怎麼可以搞混在一起呢 他當時用這個來教訓 當時台灣很多的人 虧空公款 為什麼 因為醋是醋 油是油 買醋的錢不能買油 買油的錢不能買醋啊 一樣的道理啊 阿嬤是阿嬤 死老百姓是死老百姓 老百姓的防疫怎麼可以跟阿嬤混在一起 阿嬤的防疫怎麼可以跟老百姓混在一起 但是 虧空1200多萬的醫師 可以跟阿嬤混在一起 因為這不一樣 你不懂那標準就不要亂搞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今天呢 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這個樣子 我講阿 大家喔 都太認真太過分了 怎麼可以把他混在一起 蔣經國行政院長的時候都講過的典故了 台灣人就是忘記歷史的教訓 因為太壞了 怎麼可以竊盜歷史 怎麼可以忘記歷史 忘主 這叫數點忘主 忘記根本的人 沒有歷史啊 沒有民主啊 沒有民主啊 沒有國家啊 連蔣經國都忘了 台灣人你還剩什麼 今天早上 昨天這個蔡宇講得很好啊 對不對 這一切都是阿共的陰謀 阿共的陰謀出自蔡逸於立法委員之口 你知道蔡逸於立法委員是什麼樣等級人物嗎 22歲就應屆考上台灣的律師 頂級中的頂級 精英中的精英 學歷一級 不不不棒的 你自己去查一查 你有能力跟蔡逸於委員競爭學歷嗎 就像歷史哥沒有能力跟他競爭體重一樣 就像歷史哥就是要乖乖去當兵 蔡逸於委員他可以不用當兵 然後每天抗中倒台一樣 沒辦法 不一樣的等級啊 重量級 我們是肥宅級不能跟他比 所以他當年有資格因為這樣子他痛批 就是馬英九跟郝龍斌市長做太爛 賴他呢交不到女朋友 這邏輯是100分的 因為不一樣嘛 因為標準不同 他是民進黨的 難道民進黨的人為台灣犧牲奉獻這麼的多 難道民進黨當年青年勤政愛鄉土 現在貪污腐敗又怎樣 他是為了要存建國基金啊 他們現在亂講話 你以為是亂講話其實是用心良苦 他是在市井你亂講話會怎樣 所以蔡醫委員講的話 我們一定要把他聽進去 是阿共的陰謀就是阿共的陰謀 每次爆料絕對可信 他說太危險不能修改 這個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不能改這個不能改那個不能台獨 這個都是實實在在的 你質疑他你是阿共同路人 懂不懂 如果不會趕快校正回歸 因為這個很重要 這個才是今天整個的重點 今天為什麼阿共陰謀要來進攻陳時中部長 把去年的貼成今年的 陳時中部長說不要再轉傳了 我早上幫他傳到YouTube上面 跟他註明是去年 幫他做澄清你知道嗎 歷史哥也是很認真 很努力在追隨我們防疫阿共的角色 我們努力幫他澄清 幫他把這個影片放到網路上 特別註明是去年6月防疫新生活的時候 所以大家了解 辛苦是爺在辛苦 我們真的算不了什麼 那怎麼講呢 因為今天老共就是對陳時中部長羨慕嫉妒恨 世界怎麼追得上台灣 中國怎麼追上台灣 中共算什麼獲勝 你兩支疫苗WHO認證 還在世界上到處去施打 跟我們比得上嗎 我們一支疫苗完全沒有過 另外一支疫苗有高端 很高端 你高端了嗎 沒有國際認證你行嗎 你還要國際認證 我們不用國際認證 我們就可以施打了 這代表台灣的生技產業的技術 是遠遠超過中共的嘛 我們打70幾萬劑 就已經被感染突破了 你能嗎 我們早點被感染突破 為的是讓以後的感染更突破啊 這樣子才促進疫苗繼續突破 我們可以第二期連其中報告都沒有 就直接上架注射 還可以打死馬來西亞人在台灣 那個是代表說 為台灣犧牲奉獻精神 已經感造到全華人世界了 一個陸資俊 他只是台灣未來如駿馬般 帶著寶島迎向全世界的一個縮影 所以我講真的 今天蔡委員說這個轉傳的帳號 是中共官方的帳號 所以這是中共官方的網軍 當然是嘛 中共官方 中共網軍就是智障嘛 就只會用官方帳號去轉傳嘛 雖然這個帳號說 他也是轉傳到其他的來的啦 但是那個是怎樣 那是他的錯 蔡毅委員查到是他就是他 為什麼他不承認 你知道這個為什麼嗎 因為這是阿貢的陰謀 他要害蔡毅委員 身敗名列 所以我講一個真的 今天高端到年底買500萬 就要全部丟掉 那個是我們台灣是爺門 這個才是今天防疫厲害的地方 今天AZ我們去買極其品 為什麼 這也是用心良苦 我不知道最近大家到底在罵 阿丁部長在罵什麼 到底在罵什麼不懂 看不懂 用心良苦不懂嗎 他是要讓大家珍惜 你看BNT今天要到貨了 如果沒有高端買的這麼爛 動輒買極其品 讓大家打不到 今天可以調出像郭台銘這些有錢人 自己來抖內嗎 讓郭台銘抖內大家也不高興 免費的 阿丁部長幫大家爭取免費的難道不好嗎 對不對 就像最近高雄在炒房價 我們花進群內政部次長 說大家要自己節制克制 但我絕對不立法限制 為什麼 用心良苦 你說你聽不懂 聽不懂就對了 所以今天不是你在當官嗎 你當官台灣島早就沉下去了 對不對 所以歷史哥真的不能去重振 有沒有 我相信大家不要亂從政 不懂太辛苦了 所以我講 這個要逼郭台銘出手 要逼台積電慈濟他們肥之之出手 很簡單 買極其品 這個是領先世界的 這個搞不好可以得諾貝爾和平獎啊 你這個吳敦義算什麼 對不對 諾貝爾和平獎就看陳時中了 那如果今天沒有得諾貝爾和平獎 那是諾貝爾和平獎的委員會 被中共滲透了 不是阿東沒資格得諾貝爾和平獎 這個是替國家省錢啊 而且同一時間還有另外一個作用 就是可以爭取國際友人贈送疫苗 一天到晚在那邊酸乞丐乞丐乞丐 你現在是看不清乞丐就對了 乞丐才是人生勝利家你知道嗎 乞丐乞討需要繳稅嗎 不用嘛 靠乞丐疫苗去博取世界同情 有什麼成本嗎 不用成本吧 大不了多吃點萊豬就是了嗎 難道吃萊豬很嚴重嗎 對不對 AIT駐台灣的處長都怒吃 還讓他孩子怒吃了 人家是吃美豬不知道是不是吃萊豬 但是不管怎樣啊 還可以拉近台美距離 飛機載了幾個國會議員下來 問行程不知道 當然要不知道啊 難道這樣還要不滿足嗎 難道你是一五陽框嗎 五體不滿足還要再又怎樣 用中間那一題去彤彤嗎 對嘛 所以不要一言不合啊 就中路而出啊 這樣子啊 只會把台灣這個美麗的寶島 FOMOSA給他搞的亂七八糟 所以我講真的 今天喝個酒 唱個歌 配個美人 真的是四個字 用心良苦 真的假裝 我ץ不害的 我 citing一個西 KENNY 請問 vol 收場 不是 有 Licht